趕快向上傳 雲端會 從上面滑下來 正在上傳 看到 箭頭在跑 看到正在上傳 還在跑 你看箭頭向上還在跑 這是怎麼做的呢 我先放在照片 照相 錄影照相那個資料夾 DCIM常用 讓它帶上傳 自己做個資料夾 讓它帶上傳 有個這個 今天做呢 手機APP程式 按一下 右下角 三個點 重新命運這邊 按一下 按久一點 你看看 出現那個上面那一行工具 這個是全線 全線的話 就做原色 按這個 剪刀右邊這個 就是全 複製 複製 要還你的 再做一次 按久一點 按兩三秒 上面那個 這個 就是全線 做記號 做原色就是全線 再按這個 剪刀右邊這個 現在代表全線 按剪刀這個 表示複製 按完成 退出 那還記得這個檔案喔 再按 按兩三秒 下方也出現這個 這個 工作類的 工作類的 這個 這個就是複下 按這個圖 複下 複下 上傳到雲端 按一下 不能按海條 上傳到雲端 然後它 出現自己的帳號 出現自己的帳號 電子郵件 這是電子郵件信箱 要先按 先按打勾勾 先按打勾勾 打勾勾 打勾勾 按一下 按集體那一行 按進去 再按 要不要的資料架 研究参考 研究參考 在 已經 現在這樣就是 進入資料架了 再按 打勾 mec 按打勾好像不對 是按 加啦 按那個 加才對 按那個加 他有一個加號 有一個打勾勾 多多試試看 啊應該打勾勾 按打勾勾 然後他就跑到 跑到這個畫面 上面 上面最上面那行 有個箭頭在向上 畫下來 手機就這樣畫下來 可以看到正在上傳 正在上傳 就是這個畫面